大家好 特朗普接受完乔罗根的三个小时的采访 结束之后好评如潮 很多人都说三个小时对答如流 不看提示器 就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卡玛拉 特朗普还在采访中嘲笑卡玛拉同志智商有问题 这个有点夸张 然后这个采访三个小时采访 透露了很多消息 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的 比如他说他任命了一些错误 他说他第一个任期内最大的错误 就是任命了一些坏人进入他的政府 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 就是波尔顿一直在 就是川普 就是2021年之后 波尔顿一直在骂特朗普 就是骂了四年 然后还有那个白宫幕僚长凯利 还有一个人他没提到的 就是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那个那个蓬佩奥 蓬佩奥同志 我记得就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无踪影了 就是没有存在感了 就是我之前 之前我记得特朗普提到过 说蓬佩奥阻止他公布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机密档案 好像是关于那个 那个 那个前总统的 好像是关于那个那个前总统的 就是肯尼迪的那个什么档案 就是他阻止公布 反正搞得很不开心 反正这一任期好像没有蓬佩奥什么事情了 就是蓬佩奥当了四年 那个给在给川普打了四年公之后 被被东方大国列为了那个叫那个人类 人类公敌 就是就是这个蓬佩奥 说他是人类公敌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一号公敌和二号公敌 一号公敌是特朗普 二号公敌是马斯克 这个是德国那个德国民进 那个媒体给他评的 说马斯克是二号公敌 特朗普还说了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他说他聊到马斯克的时候 说马斯克很聪明 说那就像是一个 就像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他说然后再再往下他聊到那个关于那个2020年大选的时候 然后这个主持人罗根就说 他说2020年的大选 尤其是在邮寄选报方面 这个是普遍性存在问题的 然后然后罗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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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他就说他说在2020年之前质疑选举结果是普遍性的 就是没有人认为选举七下事为零 但是在你在当年质疑那个那个 他说特朗普他你在当你在2021年质疑那个选举有问题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攻击你说你说你破坏美国民主 破坏美你说你说你提出舞弊就是破坏美国民主 这个主持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聊到选举安全的时候 他说这个这个主持人就说 民主党政客反对选民身份认证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想作弊 这个是这一锤子就把 这一锤子就把那个民主党就给给锤死了 虽然说最新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 显示84%的民主党人支持者都要求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 才能够那个投票 但是民主党高层反对 咱们就是要作弊嘛 为什么要不然他他哈马斯那个那个哈里斯找各种结果 说说什么农村打印身份证复印件不方便 那么路途遥远 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投 只能够选择那个那个什么邮寄选票 这是很可耻的 这个真的很可耻 哎 然后罗根这个主持人说 让人感到震惊的是2020年至少发生了两起不可否认的干预选举事件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勾结片局声称特朗普是俄罗斯的资产 那俄罗斯勾结片局就是说特朗普勾结了俄罗斯 然后由俄罗斯情报部门制造那个那个那个拜登儿子的那个那个电脑门事件 说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干的 还有弄了弄了51个美国情报官员 联名联名担保拜登儿子那个那个电脑门事件 是俄罗斯方面的干预选举事件 是反过来搞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先给特朗普扣一顿黑锅 然后说是特朗普勾结俄罗斯诬陷拜登 然后还有第二个事件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推特 删除那个相关事件 就是把拜登儿子的那个电脑门事件删除 说是什么虚假信息 就是这个 现在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质疑 2020年美国大选是作弊登上去的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批 中文圈的有那么一些人就相信了民主党的宣传就说 没有啊 就是你特朗普收不起 你你美国200年大选都选过来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你特朗普选收了 你就你就说作弊 然后说特朗普攻击民主 哎无法理解 然后这个主持人说 他们之所以能够逃脱这个谎言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断的给你贴 给你特朗普贴上对民主威胁和 你和特朗普就是希特勒这个可怕的标签 主持人说他们一直说你会成为一个独裁者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使在你实际是总统的四年里 你并不是一个独裁者 是吧 特朗普四年多可怜 被弹劾两次啊 被起诉那么多次 还从没有尝试过 是说近年啊 他就连他在推特上拉黑的一个记者都都被起诉 特朗普还败诉 他必须把他给拉回白名单 而且特朗普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还被封 推特号被封 点数号被封 这个太多太多了 就这样的总统 你要说人家是个独裁者 这个是有点冤了吧 然后在卡玛拉把特朗普以希特勒相提并论时 特朗普说 这个他这个智商非常低的人 就像那个那个木装一样 他说特朗普对卡玛拉缺乏智力 这一点非常有信心 以至于他挑他挑战他通过参加这张测试来证明并非如此 就是特朗普向卡玛拉发起挑战 咱们一起去做这张测试 特朗普嘲笑他 他说他接受那个库博的领球采访时完全崩溃了 他请了两天假整整学习 整天学习学习 然后他拿出了成绩 那真是太尴尬了 请了两天假去接受那个采访 好像只采访了十几分钟吧 就终止了 不敢再接下来采访了 特朗普问那个主持人罗根 你能想象卡玛拉能做这个节目吗 然后特朗普说 如果卡玛拉敢进行一个没有剧本的三个小时的对话 他就会躺在地板上失去知觉 需要叫医生 然后最近有意思的是 就是昨天有意思的是 就是哈利斯搞了个聚会 请了一个什么女歌星去 以为大家都以为他要在德州 大家都以为他女歌星要唱歌 叫他名我忘了 都以为他要唱歌 都跑过去 然后发现他没唱歌 然后还请了一群医生 在上面跟他讲什么 关于堕胎的事情 结果台下有一个人昏到了 抽搐 台上二十多个医生 没有一个下去管他 然后那个医生 然后那个抽搐的人被抬出去 去场外找医生去了 台上那么多医生 没有一个管的 好尴尬的事情 然后特朗普 然后这个采访当中 跟那个特朗普 跟这个罗根的采访当中 特朗普说 他完全致力于让 那个肯尼迪进入 他的政府 甚至准备了一张图表 显示美国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同样的问题 特朗普透露 他对肯尼迪唯一的答应的是 他的环境观 我唯一相对 我唯一相对不满的一点 就是他不喜欢石油 而我喜欢石油和天然气 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然后罗根说 那就别让他 别让他去了 然后聊到那个美国人健康问题 是特朗普抨击大型制造工资 并透露 当他们听说小肯尼迪要加入特朗普政府 时他们并不高兴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说 有没有人再向你施压 让你不要跟肯尼迪合作 特朗普明确地表达说 是的 有很多人这样干 特朗普说 他如果上任 那将会立即公布 关于肯尼迪被刺杀的 那个相关秘密文件 然后罗根问他 你为什么第一任期 没有公布这些 特朗普说 某些人要求他 不要这样做 其中就包括 那个彭胖胖 蓬佩奥 蓬佩奥同志 当那个主持人 罗根问特朗普 你是否相信外星人存在时 特朗普说 没有理由不相信 他说 他采访了很多 喷气式飞行员 他们都是可靠的人 他们说 我们看到一些 非常奇怪的东西 比如一个圆球 但它不是会星或流星 这真是个 真是见到过的东西 它飞行速度比F22还要快 还要快好几倍 快四倍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 不相信有外星人存在 你看 人类只生活在地球上 而地球只在太阳系里面 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球 人类连太阳系都没有完全探索 人类连地球上面的海洋 都没有完全探索 都没有探索完 就跟别人说太阳系了 太阳系外面是银河系 整个银河系 大概有2000到3000亿个 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系 银河系外面 大约有2000到30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 那样的那样的物质存在 你想象一下 那么就有可能有无数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存在 也就有可能有无数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存在 怎么可能没有外星人 是吧 我咱们人类目前唯一能够讨论的就是 有没有外星人来过地球 这个是唯一能够讨论的问题 是吧 你可以去找 可以去论证 或者去找到证据 但你要说没有外星人 那其实属于太狂妄自大了 是吧 人类是很渺小的 地球在整个太阳系就很渺小 整个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当中 也很渺小 是吧 渺小中的渺小中的渺小 是望说什么 没有外星人 这个很扯很扯 这个真的很扯 你看地球每自转一圈24个小时 每围绕太阳转一圈是一年 是吧 每四年一个日年 就多那么一天 这么精确的东西 它是自然形成的吗 没有造物主吗 是吧 我聊到这里 你们谁都开始怀疑这个问题了 感谢大家听我哭扯这么多